韋晨瑩 保外救醫 各位看得很清楚 他是在監獄當中 受刑人沒有辦法得到適當的醫療 才採取的一種方式 而且還要經過法務的課程 在我們目前醫院裡面 受刑人就醫它有四種方式 第一是在監治療 第二是戒戶外衣 第三是移送病衣 病監就是免病的監獄 最後才是保外醫治 通常叫做保外就地 法律上監獄刑法的用語是保外醫治 我們就用保外就地好 所以保外就地是最厚的手段 他跟前面三種對待不同 前面三種都是在戒戶狀態下進行治療 在監獄裡面當然是在戒戶狀態下 戒戶外衣更值得戒戶狀態下 曾經總統曾經戒戶外衣四次 有一次時間承納一個星期 都是在監獄的管理員跟警察的戒戶之下進行 可是保外就醫就沒有戒戶了 換句話說他出去的時候 跟釋放看起來是很像的 沒有錯 保外就醫也好 假釋也好 有幾小部分的人 會在未來又回到監獄 所以保外如果是像假釋的話 他後來又違法了 在一定程度違法了 或者是違反保護管制的規定時候 他還可能再回來再繼續服刑 反規就醫的話 在目前來看 回來的大概有16%左右 人數並不是很多 通常也很少見 所以實際上 救他出去的時候 是在完全沒有戒戶的狀態 這就跟前面講 有戒戶的狀態是絕然不同 在外觀上 一般人看起來 就好像已經是病 一般人並不知道 他還有後頭 可能會因為他病好了 而再回到監獄繼續徒刑 這種情況我剛剛講 比例也非常的低 所以我覺得這個疫情 其實根本沒有政治討異的空間 完全是他一定要病重到一個程度 在監獄裡面沒有辦法治療 一定要送出來才會去適用 而不是說可不可以從寬來考量 或者說出來之後 可以有一些政治上效應 而採取這個行動 這跟他的本質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記得我看民進黨 他們還在連署 要連署 想希望連署可以學運 所以我覺得如果說 一個應該是由醫療跟法律因素 來考慮的問題 卻透過政治上的連署 這我覺得基本上 就違反這個制度設立的問題 那如果這樣的話 只要我們能夠發起 足夠的人數連署 是不是政府就要就範了 我覺得是完全不通的事情 我覺得反對黨 他有反對的權利 可是也不應該用這種方式 來破壞一個行之有名的 保外罪名制 陳前總統如果他的病情 已經到了非要保外救育不可的 防護部絕對不會阻攔 但是如果沒有到這個程度 並是要因為有政治 正面的政治效應 或者什麼效應 就給他保外救育 我覺得這個是對於這個制度的 一種踐踏 不管任何人都不應該 以這種主張 做到這個地方 就是這點